大家好 今天分享七大鍋烤魚排 魚是老公自己釣的鱸魚 下面看看他是怎麼樣切出魚排 也有人叫魚柳 先準備魚 準備魚幹什麼 就是把魚肉取出來 也叫取這個粉類 取的話有一把專用刀 比如這種刀就比較好用 這個切下來呢切到這個骨頭為止 你看這就是一片 好像把這一片 這是釣那個白鱸魚 這個釣魚 老美呢他就是這就丟了 這也不要了 實際上最後多出來的肉就這兩份 然後呢再把魚皮去掉 魚皮也去掉 然後先從尾巴開始 剛才切的是從頭開始 然後現在呢從骨頭開始 抓著魚皮 然後一點點我先滑 這就是魚皮 然後呢就把這個肚子上面 這個肚子上它 它這兒是帶骨頭的嘛 所以肚子上的這個要把它 削掉了 這個老美它也不要了 實際上最後真正都是肉 就這點 割出來的這兩塊肉 用來做魚排 加點料酒去腥 胡椒粉 少許鹽 把它兩面翻一翻 都沾上這些調料 再加點醬油 準備一個雞蛋 雞蛋裡面也要放一些調料 像胡椒粉啊 鹽啊要放一點 這邊做著準備工作 那邊先把氣炸鍋 預熱四分鐘 先鋪上澱粉 再準備點麵包粉 打開了以後它就是這樣 就是 然後再去沾 雞蛋液 沾雞蛋液的目的是要沾上這個麵包粉 要不然它沾不上 那我過來 把麵包粉放在上面 在預熱好的氣炸鍋裡 噴一點蔬菜油 防止粘鍋 把魚放入烤籃後 也稍須再噴一點油 設置400華氏度 先烤6分鐘 拉出來檢查一下 翻個面繼續烤 再噴一點油 又繼續烤了4分鐘 也就是說一共烤了10分鐘 就烤好了 來 裝盤了 烤好裝盤了 我覺得就兩塊魚 是不是少了一點兒 老公說 你看看高級飯店 不就是很少的魚裝一盤嗎 想想也對 少耳筋吃起來更香 謝謝大家收看 歡迎訂閱點贊轉發 再見